昨日 古丽纳扎的一条广告代言引发争议 据悉 古丽纳扎代言的该游戏是徒游休闲捕鱼游戏 是一款相当于教唆人赌博的游戏 该游戏的官方账号也是官宣了古丽纳扎作为代言人 随后古丽纳扎还因此登上了热搜 目前相关视频已删 对此 网友们表示 不能什么钱都挣啊 然而古丽纳扎的粉丝们却为其辩解 表示这个广告是纳扎的公司和经纪人给他接的 他也没有办法拒绝 而且这个游戏还是有合法备案的 根本不是什么三无诈骗游戏 还有网友表示 古丽纳扎为二出圈的 一个是穷花的梗 一个是小雪翻天鼻孔 翻看古丽纳扎以往的作品 几乎全部是烂片 可以说是没有出名的代表作了 目前 纳扎经纪人已经公开道歉 强调该游戏是一款正规合法合规的游戏 有完善的监管机制 并称本次事件主要责任在于对艺人的职业规则